距离2021年1月20日 拜登就指日越来越近 但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仍不愿意收手 甚至更加疯狂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 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路易·戈莫特跳了出来 这次他将美国副总统彭斯告上了法庭 简单来说 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戈莫特的诉讼 就是要求法院认定 在确认选举人团选票时 彭斯可以全权决定 某一特定州的哪招选举人票 是否应该被计算在内 如果最终没有候选人获得270票的路数票 就由众议院选出总统 按照戈莫特的要求 如果法院赋予了彭斯这种唯一着处权 那彭斯就能在确认选举团选票时 帮特朗普翻盘 可以看出一些不甘失败的共和党人 将最后希望寄托在了彭斯身上 依照传统 在1月6日主持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时 彭斯的职责就是开票和计票 而非衡量选票是否有效 对于副总统来说 这个过程只是一个流程 但是由于特朗普拒绝承认失败 彭斯的处境就变得尴尬了 虽然这场诉讼本身不大可能 在法律上得到支持 但是他确实逼迫彭斯执念特朗普 对选举结果的挑战 如果彭斯对戈莫特的诉讼提出异议 他就是将自己置于了 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支持者的对立面 如果彭斯支持这场诉讼 就展露了自己要在2020年选举中 颠覆选民意志的意图 可以说现在彭斯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据此前CNN的报道 特朗普一直抱怨 彭斯在支持其 推翻选举结果方面的努力不够 他曾会见彭斯 要求其在1月6日推翻选举结果 而彭斯则解释 确认获胜者只是一种形式 自己不能单方面决定 这次会面结束后 特朗普就转发了一条支持者的推文 其内容正是要求彭斯 采取行动阻止确认选举人团选票 目前彭斯并没有回应 戈莫特的诉讼 也未公开讨论过 1月6日有何打算 不过无论如何 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的希望 都十分渺茫 戈莫特的诉讼 基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虽然他和一些共和党众议员 打算在无会挑战选举结果 但目前还没有参议员 公开承诺帮助特朗普 共和党人对彭斯的起诉 也进一步表明 白宫内部和共和党阵营内部的裂痕扩大 就连曾力挺特朗普的纽约邮报 也喊话特朗普放弃 因为那些调查选举的努力 不会有任何结果 感谢观看